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中央基准法或者是组织法或者是总原额法 其实它都是一个匡列的法案 那最重要是强调一个精神 那真正其实匡列以后 以后的执行才是更加的重要 那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只是想留下一个记录 那也希望你去慎重的思考 两年多以前 我台中有一个重要的国家建设 叫做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那当时也在高高在呼吁 就说我们国家的人力物力要更精简 所以当时曾经有一度 那就是要把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在教育部里面 把它由三级器官降为四级器官 那说它人数不够 那它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馆 其实是规模非常大 全世界最好的博物馆之一 那结果当时 因为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那我也觉得很 刚好在我的选区之内 那我觉得说 不是因为它在我的选区 而是我其实在我世界上 参观蛮多的博物馆 那么我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当初在汉宝德的任内 把兴建起来 其实做得非常好 它不但馆藏丰富 而且它可以手动 而且它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可以人性化的一个展设设施 所以当时我跟 虽然是不同政党 我跟这个苏贞昌院长讲 我就说 你如果把这个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降为三级机关 降为四级机关的话 那表示国家对于所谓的议文 对于教育的机构 其实非常不重视的 那你愿意去背负这样的一个责任吗 就当时的这个苏院长 从善如流 就没有降级 我们就试试把它给挽救 我相信教育部同仁 应该有所印象 那么现在 我不晓得为什么 中央机关老是想动台中市政府的脑筋 我台中市现在又有个单位 碰到这个问题 国立台中图书馆 那前上个月我才去开工 政府教育部花了20亿元 那从今年开始动工 预计三四年之内 要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升级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美轮轮幻 而且具有强大功能性的一个图书馆 因为过去台中图书馆呢 那它现在是三级机关 那它要 它不但它自己本身要营运 它还有543个乡镇的公共图书馆 以及学校图书馆 要由它来辅导 那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图书馆 在台湾的这个整个中部地区的发展历史上 这个台中图书馆功不可没 那现在我们要花这么大金费 去把它的所谓的设备 场地各方面来充实 将来会变成一个非常漂亮 可是在这个同时 我又发现在我们的这个法规里面 要把这个台中图书馆调整为 从现行的三级机关调整为四级机关 就跟当初国立自然科学博馆一样 所以我现在就要 又要来进行这个抢救工作 那么这个机关为什么会调整呢 我私底下做的study 就告诉我 研考会告诉我 说我请研考会同仁来开会 研考会同仁态度非常好 他们说没办法 当初通过的就说 因为三级机关只能有50个 那这50个的话 只好打给矿边桥啊 那之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好牺牲了教育部这个图书馆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因为只能抓50 只有50个三级机关 那怎么办呢 所以250个原额以下的通通 通通就是去 要优先降为四级机关 就是以人数啦 可是你要知道 国家的重大设施 它不应该以人数嘛 就像雇工 也许没有到250个 你要把工变成四级机关 算不成也不可能嘛 第三个 他说我说那文件会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国立美术馆 为什么都可以保持三级机关 那教育部的国立图书馆 却要降为四级机关 他说因为啊 美术馆跟博物馆 是不同类型的博物馆 所以可以 所以可以维持 虽然它也不足250个 所以它可以维持 但是呢 台中国立图书馆 算是国立图书馆了 它因为跟这个中央图书馆 都是国立的 两个都是国立 所以我们就想把它整并起来 然后把它降级 那国立图书 中央图呢 还是三级 这个就变四级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啦 如果这个事情 真的成真降级的话 马正方求呢 我们现在推广 强烈的推广 这个读书教育 这个 那结果呢 我们竟然要把我们的 这么重要的北中南图 三个国土啊 全部降为四级机关 所以我在地方 第一个请命就是说 我有三个理由 跟你们三个理由 刚好是对立的啊 第一个你们说 250人以下的机关 都应该降为四级机关 我觉得国家重要的设施 是不应该要用人数 不应该要用人数来当 它很重要 那哪怕人数很少 它也应该 就像你这个 就像你这个 这个 人事行政局 对不对 人事行政局 跟其他的局比起来 可能你们很少的人 就可以做很多事 可是也不应该说 因为人少就把它降级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应该说 因为人事行政局 比地方有的局处还少 人数还少 那就把它降为四级机关 不应该啊 或者二级机关 不应该啊 所以我换句话 我觉得第一个 不应该用人数 而是应该以它的功能性 重要性 本身的它的 它的值等啊 应该它的层级啊 应该关系到国家定位 跟重要的政策 我这个国家 希望在译文 在读书方面 是多么重要 这是第一个 不应该呢 第二个 如果说因为 它也是图书馆 那中央图 央图也是图书馆 那文件会是因为美术馆 跟自然科学 我们是不一样的博物馆 展示内容 所以吧 都是三级 不够做 那我们可以把台中图书馆 改成国立台中数位图书馆嘛 它就跟央图的功能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拜托教育部 你把国中图 国南图 国北图 要去把它跟央图 把它功能性拉开 那它展示的内容不一样 比如说我台中 因为我这次的20亿的这个经费 已经动图下去 要做的是强调数位化的东西 因为现在读书 不是只有拿书本在读啊 现在都已经有出现了 这个电子图书了 所以包括很多数位的典藏 你看像罗浮宫 他展示那个脸那个电影 他现在展示 不是只有东西实体的展示 他很多数位内容可以展示 所以你把我台中国 台中这个中图 改成数位博物馆嘛 数位图书馆 它跟央图的功能就不一样了 那这样的话 也能够说服这个 研考会跟这个人事行政局 我不想那么说服研考会了 我现在在说服你们了 那所以第一个 不要用人数为考虑 第二也不应该 就是说因为它都是图书馆 名称一样 那这图书馆 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图书馆呢 对不对 有数位型的 有实实执行的 或有的是 有的是国家的这个 典藏的这个图书馆 所以可以把它功能分开来 好不好 那这样就会解决 你们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最重要是观感的问题了 马总统非常重视观感 不管什么事都讲观感 结果呢 如果说你今天 国立自然博物馆 美术馆 什么都是 都是维持三级 只有图书馆 这么重大的图书馆 那然后把它变成四级 那会跟马政府不重视读书 然后同时呢 我爱设书 这就不好的了 好不好 那所以今天呢 我是希望是用说理的方式 来解决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也希望说 我的说理 说情 能够打动三位手掌 因为这个关系到 你教育部怎么去把它定位的问题 包括研考会到时候给我们的支持 那这里面将来还涉及到 人员调整问题 也希望这个人事集围能够支持 在座的各位 都是喜欢 都是设书馆 对于我们台湾发展的意义 那我今天不只是替我国中图讲话 我也替国南图 国北图讲话 不要因为有个中央图书馆 还有我们这三个 三个重大的国家图书馆 要被降级成四级机关 那拜托支持 那我现在跟你来文的 拜托你们支持 如果说你们这个意见 不能够确实的执行 尊重的话 到时候你们的整个反应 我要背格 所以也拜托你们这三位首长 那能够接受我们中部地区的陈勤 比较当初办理国地自然图书馆 那避免被降级的情形 那也能够把我们国中图 国南图 国北图 救救他们 维持他的层级 好不好 那个宋代主委 我是主委 对 谢谢那个卢委员的指教 我想这个图书馆的四权统一 现在教育部 正在做最后的研议当中 因为陈勒刚才 那个卢委员所提到 我们了解台中的这个图书馆 有它的这个眼镜 而且辅导乡镇的图书馆 那只是在教育部 因为已经有了一个中央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对不起 那另外还有在台北线 还有一个图书馆 那可能对整个 对 整个的话可能我们会尊重 教育部的规划 那假如说是走区隔的路线 我想这是一个可行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那那个教育部的次长 教育部的 同仁 委员你好 我姓陈 委员的意见 我们非常的尊重 我们希望在政府的 一体的一个政策规划之下 也能够朝学习社会的理想来前进 事实上教育是整体的 不论是学校 社教机构 或者家庭教育机构 都需要来关心 不过国家的整体政策 如果有一致的一个想法 我们教育部乐观其成 对 那教育部要加油 那文件会一直为他的 这个下面的机关的层级 然后去努力 尝尽各种办法 希望说教育部能够积极 而且刚才这个 宋副主委也表示说 他会重视这个事情 而且刚才讲说 如果我们把他的内容功能 他定位 那略做调整的话 那其实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好不好 那个宋副主委都已经这么帮忙了 那这个教育部自己 也应该要赶快去 做一些区隔的规划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罗修院委员的这个建议 请我们相关单队 这个尽量参考配合 谢谢 好 我们 谢谢今天的